原标题,陆军新型直升机露面,空中突击旅实力,在上新台阶,随着陆军航空兵的发展,我国陆军也出现了空中突击部队,通过陆航的直升机部队进行快速机动,打了旧炮,返回信号, 机动优势,在重量可控的条件下,满足火力需求,尤其是在珠海航展上可以看到,一蒙式,山猫为代表的车族,到大提高了陆军乃至空降兵轻型部队的机动性和火力,甚至一定程度上,直逼部分中心和城旅。 珠海航展上出现了各种重火力版山猫但是相对而言,单纯依靠车辆机动,无论是勇士还是山猫,局限性依然较强,因此需要更强的空运能力对其投送。 而相对而言,蒙式,山猫这个尺寸的作战车辆,使用固定翼飞机运输,显得较为浪费。 以陆航和空军现有的运输手段来看,短期内出现一款可以内部搭载蒙式,尤其是作战款蒙式的直升机概率还较低, 但是陆航山猫还需要调运的情况,可以得到改观,即大约从两年前开始有呼声的直八宽体型方案。 军网公布的调运山猫画面调运,也是一种有效的运输途径,但是需要人车分离,而且车辆在左路后还需要处理钢索,对于尤其强调机动性的轻型部队来说耽误不少时间。 之前的直八和直十八机舱壁宽度较小,尤其是机体内部还是有油舱,更挤在了机内空间。 这一点导致无论是进口的MI系列直升机,还是直八的各种改进型,虽然可以搭载不少。 不兵,但是无力搭载车辆。 直二十几变服役,也只是班级通用直升机,直十八则是排气近日,一家模型厂商公布的号称, 是直八宽体攻击运输直升机的模型。 虽然目前尚不明确它说的攻击指什么,可能只是说未来侧门能够安装机枪。 因为其并没有小异,飞机两侧的凸体也不像是解落架舱,而更类似CH-53的大型油箱。 网上流出的直八宽模型,从公布的直八宽体改进型的模型来看, 金测玄的突起加大,应该是增加了油箱,而且落架依然不能收起, 则记内还是个油箱,可以向外布置。 由于目前只是一个模型,可以定性判断但无法定量分析,所以不确定航程受影响程度, 但从改装后,可以使用山猫分析,即便航程有一定的缩短,应该也在可接受范围内。 直十八宽模型腹部 而在驾驶舱方面,机头外形在直十八基础上,又有一定变化, 如果模型比例准确,其波率面积有所增加,提高驾驶员视野, 而外观也有点类似NH-90,而据传前几余流出的号称, 是直八宽体型实机图现的模糊照片,也是由NH-90直升GPS的力贵。 直八宽模型说直八加宽,显然是为山猫准备的, 但是目前并不清楚是使用新型材料减薄了飞机的机舱舱壁厚度增在空间还是整个。 飞机的侧面进行重新设计,从结构上增加了跨度。 目前正在测试的波音777X系列就是, 使用新型材料,在飞机外执行不变的情况下, 减薄飞机舱壁厚度,成功增加了十厘米的客舱宽度。 但是,对于一款13吨级直升机,采用这种方式是否能够有效增加机体宽度, 还需进一步观察。 而从直八宽体出现速度较快的角度来看, 对整个机体结构进行大改的可能性也不太大。 此次出现的模型正式图,从此次申请外观专与公布模型的窗户数量来看, 想像上一代机型,测写窗户有个减少了五个, 或许是飞机框架结构有所变化,对飞机的结构进行补强, 但由于目前看不到真机实物,目前这也只是一种猜测。 只不过,传说中的直八宽,这次真的不远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